本會現在恢復2010年法律適應化修改 軍事提述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葉國謙議員 會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葉國謙議員 多謝主席 頭主席 女士 本有人僅以2010年法律適應化修改 軍事提述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回報委員會的商議工作重點 這項法案的目的 是對香港法例中涉及軍事事宜的提述 及其他相關的法律條文作適應化修改 當中涉及到有85條涵蓋不同政策範疇的法例 法案委員會一共召開了11次會議詳細地審議 每一條法例的適應化修改的建議 部分委員是非常關注到 條例草案涵蓋其他可能涉及到政策改變的修訂 法委員會同意 第二 條例草案應是指包含適應化修改的建議 同樣委員在審議過程中 認為任何建議是超出了法律適應化修改的範圍 政府當局是應值委員會審議階段的修訂案 去刪除有關建議 政府當局建議在適應及通知條例 第一張第三條分別加入香港駐軍最高指揮官 香港駐軍 香港駐軍人員 及軍方醫院的定義 委員是關注到 有關建議不但會影響條例草案所涵蓋的條例 亦會影響到再有該等用語的其他條例 有委員認為 加入這四個的定義是超出了法律適應化修改的範圍 政府當局解釋 提出新定義自在於令到適應化修改的草議工作更清晰明確 散卻在條例草案所涵蓋的各項條例中重複相同的定義需要 不過委員仍然認為應刪除第一章加入四個定義 經考慮委員的意見 政府當局接受了 並且同意提出修正案去刪除該四個定義 部分委員質疑 對誹謗條例附表中根據海軍軍紀法令 陸軍法令、空軍法令 在香港以外地區召開的軍事法庭提出 修改為在香港以外地區召開的 中國人民共和軍軍的軍事法庭 應否包含在目前的法律適應化範圍內 因為在現實中根本不會緩引這一項條文 委員認為現行條文的適應範圍 只限於英聯邦以內地區 而軍事法庭的召開是須受到某些法令所規限 但建議是適應修改 並沒有依存這一項條文的原意 這個情況是不能夠接受的 政府當局聽到之後表示 在內地區的法律並無相對應的法例 而根據當局的理解 內地沒有任何特定的法例或規例 去界定軍事法庭的軍事管轄權 政府當局認為有需要保留這一項適應化的修改 以確保可根據有關條文提出的 原本法定免責辯護的範圍 在回歸之後是不會受到影響 對於在誹謗條例附件中保留 英聯邦任何地區的這句詞句 部分委員表示極大保留 政府當局的解釋 就是鑑於這條條例草案的範圍 僅僅包括就香港法例中的 軍事提出的適應法的修改建議 因此當局並無在條例草案中 是對香港以外的英聯邦任何地區 這一詞 這個論述是非軍事提出的適應法的修改 委員是關注到政府當局建議 將領港條例第十D條中 是提及到屬於鋁王陛下的船舶 的一個提訊 適應法修改為屬於中國人民解漢軍的船舶 或屬於中國人民政府 並純粹用於非軍這個商業服務的船舶 委員質疑為何使用中國人民解漢軍而非香港駐軍 現在為何要加入並純粹用於非商業服務的提出呢 政府當局解釋 領港條例一直以來都藉著第十條 將領港規定的批准進行公務及提供非商業服務的船舶 此原則適用於回歸前屬於鋁王陛下的船舶 不論有關的船舶是否是軍用的船舶 在適應法修改有關用語時 建議加入中國人民解漢軍而非香港駐軍 就是由於有需要照顧到解漢軍到訪香港的戰艦 這些戰艦不是香港的駐軍 此外由於鋁王陛下的船舶 亦包括英國的船舶 當局亦在適應法建議的第二部份 加入中央人民政府的提述 此項的適應法修訂建議 反映出條文的原意和適用的範圍 至於加入並純粹用於非商業服務 此一詞的目的就是令有關的條文更清晰 以正確地反映條文的用意 及回歸前後的一貫實施情況 我仍認為由於原來的條文並沒有列出 並純粹用於非商業服務的提出 故此在適應法修改建議中加入有關表述 即使只是為了進一步來清條文的立法原意 亦未必是符合適應法修改的原則 所以委員也策釋到 政府當局建議對商船防止及控制污染條例 及商船海洋條例作出同樣的適應法修改 委員建議刪除並純粹用於非商業服務一詞 政府當局最終接納委員的建議 將會在稍後提出有關的修正案 主席 關於對於民航條例 以及1995年飛航迴香港令 航空保安條例 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中 國務大臣公務大臣提述的適應法修改 委員建議將有關提述一律適應化改為中央人民政府 去取代條例草案中的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或其代表主管當局等等的提述 委員認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提述實際已經涵蓋了 即是中央人民政府或其代表或主管當局 經考慮委員的意見 政府當局也同意了將國務大臣公務大臣的提述 不過政府當局指出 上述統一稱為的做法並不適用於民航條例的 第2A庫尾八條中的國務大臣提述 因為這項條文涉及到宣佈緊急狀態的權力 而此權力是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第四款規定 明確指出要由人大常委會負責 因此當局有必要將國務大臣的提述實現化 改成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以確保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在新校日期方面委員刷釋到 根據《條例草案》第2庫尾一條 除第3、4、5款另有規定外 《條例草案》如制定為法例 當作自1997年7月1日起實施 有關委員則關注《條例草案》第2庫尾一條涵蓋的第47條條文 若具追溯的效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因應委員的意見 政府當局是仔細研究了該47條條文 並解釋指定該等條文在1997年7月1日生效的理由 概括而言 有關條文主要都涉及到香港駐軍的權利、特權和擴免 該等條文自1997年7月1日以來 都已經按照第一章的傳譯 委員接入了政府這方面的解釋 委員是關注《條例草案》第5條 即保留和過度性條文 是否有必要特別指明第5條的法例 以及有否遺留任何相關的條文 委員認為這條條文 沒有令這條法例的有效性得到額外的保障 所以政府當局考慮了委員的意見之後 是同意刪除這一項條文 政府當局亦設立了委員的其他建議 提出了多項的修正案 包括了對正在執行任務、服務等用詞的修訂 最後我想藉這個機會去多謝我們每一位參與 法委員會審議工作的委員 以及政府當局亦願意接立委員的多項的建議 主席以下我本人是代表文建林的發言 明建林是支持通過有關的條例草案 這條條例草案由成立法委員會開始工作 到完成審議的工作 雖然是做一次會議 但是時間足足超過了一整年 就是因為條例草案裡的內容 某部分是具爭議性和敏感性的 政府當局每一次都留心聽取了議員意見之後 都需要一個很審慎的處理 這條條例草案的目的其實相當是單一 就是要對香港法例中涉及到軍事事宜的提述 及其他相關的法例條文作適應化的修改 去確保有關法例的清晰明確 而當中涉及總共85條涵規不同政策範圍的法例 範圍之說大家都可想而知 所以在審議過程之中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而在審議過程中堅持條例草案 只是應該包括適應化的修改建議 並且適應化修改的條文 是不會影響到現有條文的法律效力 並與其他法律適應化的修改工作 所採取的指導原則是必須相符 即是應該要符合基本法 以及適合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故此對於政府的任何建議 如果是超出法律適應化的修改範圍 都需要將它刪除這個原則 民建聯是同意的 既然條例草案的目的 是不適合政策原則的改變 就不應該加入 對政府接納委員會的意見 提出了不少相關的修訂並且作出 或者有些刪除民建聯是贊同 另一個就是深入討論的內容 就是有關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的問題 除此指出指名之外 均是當作自1997年7月號起生效的實施 雖然有同事有議員擔心 這個安排會帶來了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但有關條文的主要涉及 都是香港的駐軍的權利 特權和豁免確實是